第34题 自水中以相同的入射角SETA 发射出一束雷射光和一超声波 如右图所示 雷射光和超声波由水中射入空气中时 会产生折射现象 则雷射光和超声波折射后的路径 最可能分别为图中合者 这在考折射定律 我们的雷射光发出去要产生折射 折射定律第一点告诉我们 入射线折射线 沾发线在同一平面 入射线跟折射线在发线的两侧 所以雷射光的入射以后 折射线不可能是丙跟丁 因为它是在发线的同一侧 只可能是甲跟椅 折射定律第二点告诉我们 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较大的 代表它的波数比较快 光在水中的波光速比较慢 在空气的光速比较快 所以它的光速会变快 折射角要变大 所以它入射应该是甲 同理超声波从光水中射到空气的时候 它的折射线不会是甲跟椅 一定是丙跟丁 因为我们的折射线要跟入射线在发线的两侧 那么同样的我们的角度的大小代表我们伸数的快慢 超声波是在水中的伸数比较快 在空气的伸数比较慢 所以折射角要变小 所以折射线应该是像丙 所以它的可能的折射线是甲跟丙 所以第三十四题问 折射光和超声波折射后的路径 最可能分别为途中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甲饼 谢谢大家